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1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望违读报 我是Terry 台湾蔡英文总统3月底出访过境美国期间 将与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谈 麦卡锡随后证实将在美国境内与蔡英文会晤的计划 麦卡锡还强调这次会晤并不排除他后续将前往台湾访问的可能性 对此 港媒《南华早报》10日披露 中共当局为了避免颜面禁失 以提议在麦卡锡访问台湾的同时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能够访问北京 据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得知中共的请求 《南华早报》10日独家报道 北京当局运用所谓二轨提出方案 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台 希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中 据称该提议已传给美方 近期身为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准备访问台湾的消息备受关注 去年8月 麦卡锡的前任佩洛西访台 让习近平当局颜面禁失 为挽回面子 中共军方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军演 北京还对台湾采取了贸易报复 让台海局势迅速紧张 商术报道引述若干匿名消息称 最近几个月 中共一直试图运用二轨提出一套变通方案 以便保住面子不再激化与美国的矛盾 所谓二轨是指由分险市及卸任官员提出建议 以免遭遇中共内部反弹或被对方强硬拒绝 1997年3月24日 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了北京 此后的4月2日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旋风氏访问了台湾 中共提出的所谓变通方案是想比照20多年前的场景 在麦卡锡访台时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同时访问北京 这样讲究等级尊备的习近平当局就可以保住面子 得以向强硬派解释 中共获得了美方尊重及等级更加的来访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证实 以不下数次接获来自中国有人的提议 也就是若麦卡锡访台 美国因比照经理其模式 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韵表示 中共这一提议已传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美中关系因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恶化之前 中共似乎非常热衷于这个点子 不过报道引述多名分析人士的话说 这一提议可能行不通 因为美国反共情绪高涨 民主党不太可能在准备2024年大选之际 派高层赶赴北京 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访台充当反面陪衬 报道指出 当前白宫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 以及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组团访台 保持观望态度 因为此前就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 现在也很难再要求反对派领袖止步 稍早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之前是的话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30日 将在纽约一场美国智库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说 并且获颁该智库的全球领导力奖 与此同时 蔡英文还将于4月初在加州 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举行会晤 并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说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仍在继续召开 按中共惯例 政治局常委在会议期间 会分别出席各个代表团的审议 但近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出席不同的代表团审议时 由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行 中共的惯例再次被习近平打破 党媒新华社报道称 习近平在3月6日下午 看望了出席中共全国政协会议的 民间工商联届委员 陪同习近平出席此次会议的 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 蔡奇和丁薛祥 此前一天习近平出席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同样随行 时政分线师认为 中共总书记 带两名政治局常委下团组的情况 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 习近平又一次打破了中共惯例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指出 一方面习近平在统治上缺乏自信 他带着两名政治局常委下团组 能显示出他的自信 另一方面习近平可能觉得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如果政治局常委都下团组 就说明他们几个人是平起平坐 而习近平下团组的时候 有两个政治局常委跟着 那显然是他的规格要和一般的常委有所区别 两个常委侍奉左右 这也能凸显他的政治地位与众不同 海外时评人士陈破空也认为 习近平想要凸显官非 外界对此的解读 有的是聚焦在中办主任的职务上 丁薛祥目前还是中办主任 所以他要陪习近平 蔡奇可能要当中办主任 所以他也要陪同 但陈破空认为 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是 习近平要凸显他的官非 要显示他的权力独大 中共两会被指一场权力游戏 中共的所谓宪法全文不到两万字 今年两会上 中共外长秦刚曾在记者会上 拿着一本薄薄的中共宪法宣读 声称台湾问题是内政云云 但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官们 在北京大会堂首案一本厚厚的宪法宣誓就职 引发网友的调侃和质疑 综合报道 在今年的中共全国人大会上 习近平开启了他的国家主席第三任期 一众政府高层也纷纷当选 北京大会堂再次上演 仪式感十足的宣誓就职仪式 三军仪仗队踏着正步 将一本厚厚的宪法送上宣誓台 习近平和后来当选的 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人 陆陆续续上台 首案宪法宣誓 不过这本用来宣誓的宪法 却引发质疑 中共制定的所谓宪法 全文算上标点符号也不到1.8万字 市面上看到32开宪法宣誓本 只有薄薄的一小本 但北京大会堂使用的16开大本宪法 目测却有数百页之多 网友纷纷猜测 这本厚厚的宪法到底是什么 一些人认为 这可能只是为了撑门面打造的木质模型 还有网友认为 如果只是为面子好看 完全可以使用一个精心装表的真本宪法 但中共最高层选择共同玄虚 起码说明他们内心 根本不想对真正的宪法效忠 还有一些网友纷纷留言调侃 可能不是宪法 是马克思著作毛语录 改过无数次 这是所有版本的核定本 如果这个宪法 秦刚拿的小本本是什么 少早前的两会上 中共外长秦刚曾在记者会上宣读中共宪法 声称台湾问题是中共内政引发舆论质疑 此外中共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换届 必须提前两个月选举出新的一届代表 但多年来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是快到农历新年 才进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距离三月初新一届全国人大开幕 根本不到两个月 有日媒据此指出 仅从这一点就说明 多数中共人大代表的当选根本无效 历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都是违宪的 许多西方政治家评论人士和活动者都表示 中共两会的选举结果 也反映了这两个橡皮图章机构的选票毫无异议 多家德国媒体报道 德国内政部已致函各大移动网络运营商 要求他们出于安全考虑 对5G网核心设备中的华为和中兴组件进行核查 分线是指出 这是德国正式禁止华为和中兴组件的一个前兆 难得意志报发表题为事实后采取行动了的评论 出台强硬政策以掩盖以往的错误 是政界惯用的伎俩 德国内政部就5G建设中华为和中兴组件问题的最新举措 看似态度果决 实际上却是为了掩盖过去几年来政府的不作为 评论写道 前绿党政治家福伊克斯早先就曾对所谓的更大的北溪二号提出过警告 言外之意就是说 在进口高科技组件问题上 德国有可能会重演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同样错误 2021年联邦议院顶住当时默克尔政府压力 而通过的中国决议案表明 德国绝不应对专制政权的技术产生过度依赖 而今天令人沮丧的现状却是 从中国决议案通过至今 德国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中国技术的步伐 丝毫没有放慢 一项调研报告中估测德国数码网络中中国组建的占比高达59% 相对而言英国在5G网络建设问题上的立场就要明确得多 在美国拜登甚至做出了涉及更广的决策 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心的终端产品 评论指出 中资入股汉堡港的问题曾在德国引发旷日持久的讨论 但各方必须清楚的是 对一个国家来说 数码技术要比港口码头重要得多 但愿德国限制中国通讯技术产品的第二次尝试能够获得成功 评论最后写道 美国等西方盟友已经将目光投向舒尔兹及其政府 他们想知道德国曾其混杂的生意至上 盲目乐观 以及安全意识缺失的错误对俄政策中 吸取了哪些教训 在对待中国技术的问题上 答案很明确 德国政府做的还很不够 德国绝不应对北京的技术产生依赖 有鉴于此 德国政府希望更好地保护通讯网络这一敏感设施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